发现城堡意外造成许多家庭经历苦难 这也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当中开示 爱的能量接力以爱以善为宝的台湾 期待人类的用心能够带来土地的平安 教宗方济各发表演说呼吁大众 地球暖化引起的气候变迁导致生态巨变 而人类是罪魁祸首 希望各国能积极采取行动保护地球 但天下我们要好好地反省 也要好好地体会人与大地之间 这一份的互益 那何益 土地何人类的利益是什么 人类应该要保护土地他的平安 藤禧大帝也用爱抚慰苦难 脑心麻痹的女孩心疼八仙承报意外造成的伤害 在街头认真叫卖豆花 因为老板娘答应卖一碗豆花 将捐出十元帮助烧烫伤患者 女孩的爱心一周内捐出七千多元 看到真的也是 很令人感动可爱人生 这就是台湾 有看到 以善以爱为宝 这我们要多赞叹 真的要感恩 总而言之 爱的能量要不断地接力下去 爱的善效应 意外发生时 慈激之工帮助伤患家属采收原理葡萄 好让他们能安心照顾受伤家人 而家属也亲自将这批葡萄 送到医护同仁手中 感恩他们的辛劳 大新闻赵又盈 翁国家花莲报导